六月的斗门瓜果飘香 除了荔枝黄皮 近期斗门葡萄也迎来了最佳采摘剂 廉州镇种植的夏黑 阳光玫瑰等品种的葡萄已陆续成熟 多处果园面向市民游客开放采摘 夏至过后 备受欢迎的阳光玫瑰葡萄进入成熟期 位于廉州镇东湾村的洋庄葡萄种植基地 一串串绿营营的葡萄果粒饱满 色泽鲜亮令人垂涎欲滴 因为看重廉州良好的生态环境 2015年 杨光华在东湾村承包下20亩地 开始种植葡萄 果园采用了多种较为先进的种植工艺 可以有效减少霉菌虫鸟伤害 保证挂果质量 杨光华告诉记者 今年受雨水影响 阳光玫瑰葡萄产量有所降低 采摘时间可以持续到7月下旬 销售价格在20至25元之间 它比别的葡萄更逆于运输 就是说还有这个挂果器 就是我们采摘器更长 位于廉州镇石龙村的一片绿农场里 一串串黑紫色的葡萄挂满之头 农场里工人们正在采摘 准备打包发货 据了解因为果园采用有机肥种植 种出来的葡萄皮薄味甜 口感极佳 今年果园种植的下黑葡萄 面积只有6亩 但总产量仍然接近1万斤 那价格就16块钱一斤 那个客户自己的采摘 还有就在我们晚上议定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哄一 然后就配送过去 目前一片绿农场正在继续推进 葡萄种植基地的建设 打造一个每个季度 都有葡萄产出的农场 让市民随时都可以品尝 果实甜蜜的味道 七到八月份结束以后 一季就三到四个月左右吧 然后第二瓶的葡萄 就可以继续上市 我们就想做到一年 一季都可以有 那个都可以采摘的葡萄 珠海台报道